根本该被安饿死的大黑熊在一层动物园里逃了出来 还把我家邻居的房门砸出一个大洞 躲在阳台后面的女子随时可能会被后门而入了大黑熊的视点 于是我鼓起勇气走出房门准备去吸引黑熊的注意力解决他们 不料下一秒黑熊就朝着我 现在快出来关上你家大门 熊已经被我引走了 我飞快地逃进了我家并且及时关上了房门 黑熊嘴里发出嘲笑对抵地敲打着我 好像是被我撤退了 我此时感觉心脏都快要从法子眼瞧出来 如果爸妈知道我这么干肯定要臭骂我一顿 但是刘颖毕竟是我们家多年的邻居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正在这时刘颖的声音传了过来 等闲客厅的门我已经关上了 谢谢你救了我和我儿子一命 要不然我们一家三口就要都死在他的手下了 不用客气邻居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互帮助的 黑熊还在我们这层楼里最好小心一点 说完我便挂断了手机 接着打开了窗户 看着窗外吓起的鹅毛大雪 正在此时我突然看到雪地里有一个老太太 牵着一只柴犬正在大雪中散 因为这王老太的腿有点问题 为了康复多运动 于是每天就牵着狗在外面溜达 我刚想大声提醒老人小区有雪 可是想到老人耳朵一般都不好 怕一挥这老太没听到吧 黑熊喊过去 于是我只能抛出手机在业主群里替他活走 物业物业收到请回答 现在王老太正在小区外面遛狗 十分的危险 谁有他孩子的电话 赶紧打一个电话让他回家 收到收到 我查一下 马上通知 接着我走到阳台和楼上的阿朵对视了一眼 只见他和几个住户都好奇地探出身子望向楼下 老太婆 不要再遛狗了 赶紧回家 动物园的狗熊都跑小区里来了 别这么大声 等一下他没听见黑熊听到了就大事不好 你开什么玩笑了 狗熊听到了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他还能听得懂人话不长 其他的住户见状也在开始大喊提醒王老太有危险 王老太似乎也听到了声音抬头看向了我 但是明显听不清我们在喊什么 正在此时王老太的手机响起了嘹亮的银声 老太颤颤巍巍地打开老银机接了电话 肉眼可见接了电话的王老太神色开始变得慌张 因为黑熊已经来到单元楼门口 恶狠狠地盯着王老太 正在此时物业小张封了出来就拉着王老太逃命 黑熊的速度这么快 按照这个速度跑下去他们不可能逃得掉 正在此时我看到了旁边有变电站 小张你赶紧带王老太躲到变电站里面去啊 小张打开变电站的门 拽着王老太的手就进了变电站 但是柴犬还在门外 只有王老太手上的半截绳子进了门内 黑熊跑到了变电站用力拍打 似乎觉得柴犬肉太少对他一点兴趣 剑打不开门 黑熊转过身直直地看向了刚才大声提醒 他的眼神一般伤心 完了 我刚刚才骗了这头黑熊一起 现在又坏了他的事 这头黑熊这么聪明肯定是技巧 正在这时微信群里物业小张正在向大家报平安 各位业主请放心 我和王老太都没事 大家都在屋里静待警察抓捕黑熊成功了 再出门 业主们纷纷夸奖小张 称赞这个物业请得太到位了 关键时候还能来救命 精神紧绷了那么久的 我顿时感觉到困意来袭 于是我拖着疲惫来到了我温暖的小床 反正警察估计也快到 躺下睡一会吧 也许我一觉醒来 黑熊可能就已经被警察解决了 十分钟后 喂 你在干嘛 你怎么不看区里的消息 八百零一的住户 看到黑熊从一楼窗户外面的防护窗上 快爬到你家来了 你家不安全了 快来我家躲一躲 听完我顺着楼梯就跑到了三百零一室 一进去阿斗就赶紧关上了大门 你小子可吓死我了 还好八百零一的住户 一直拿摄像机拍着 看到了黑熊想从一楼爬到你家 还好有你提醒了我 刚才我睡着了 接着我便和阿斗来到了阳台向下看去 我看到了黑熊居然已经爬上了 我家二百零一的阳台 黑熊抬头网上看到了我和阿斗 见我去到了三楼朝我发出所叫 你这只臭黑熊居然还敢叫 看我不打死你 兴奋的阿斗拿起扫把就想向黑熊砸去 我下得赶紧制止了他 阿斗你别冲动啊 这熊很聪明 我刚才提醒了小张他就来找我报仇了 你可千万别惹怒他 然而阿斗并没有听进去我的话 直接就把扫把扔了过去 扫把砸到了黑熊的身上 完全没造成任何伤害 可是这下却彻底激怒了黑熊 这下可好了 这头熊最恨的两个人都在一个房间里面了 我看了看阿斗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我打开手机看了看时间 现在早已是早上六度 距离我报警过去两个多小时了 怎么警察还没到了 于是我带着一货再次过通了报警电话 喂 我是刚才报警的住户大帅逼 动物园的黑熊 跑我们小区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了 现在都六点了 你们怎么还没来 真是抱歉 外面雪太大了 八路已经被完全封住了 等路况稍好一点 我们这边马上配合动物园的人一起赶过来 我们已经联系了你们小区的物业 通知大家继续在家不要出门了 雪确实越来越大 一点也没有变小的趋势 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才能赶到 正在此时阿斗从厨房端出两碗面 并把其中的一碗地给了我 咋呀 我就估计是雪太大过不来了吧 你放心我家别的没有 方便面有五大箱管扣 就算警察晚来半个月也没事 801的住户陈浩南 还说想给这个熊闯入小区的事件拍个纪录影 警察不来正合他的意义 要不是801时刻关注黑熊的动向 黑熊闯入我家我早就凉凉了 正当我和阿斗吃着他的方便面试 就接到了来自801住户的电话 刚才这头黑熊看下阿斗的眼神 你看到了吗 我拍纪录片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见到过动物能有这种眼神 总算是有人也意识到这头熊的不正常了 接着我便把刚才发生的事和老爸告诉我的消息都告诉了他 听了我说的话 陈浩南不但不害怕还蛮是兴奋 这只黑熊也太特别了 我想我近距离拍下他的样子 然后做成纪录片 等会我来三楼 你们给我开门好不好 见他这么兴奋还想跑来我们这 我犹豫着不知道该如何回复 正当这时门外的门铃声却突然响起 谁啊 是不是警察到了 先不要急着去开门 这头黑熊会模仿人按门铃 刚才在我家就想骗我开门 我们先从猫眼里面看一下是谁 你是不是被吓傻吓出幻觉了 哪有黑熊会懂得按门铃了 说吧阿斗就要把门打开 我却死死地拽住了阿斗的手 这时门口却想起了陈浩南的声音 快点给我开门啊 现在黑熊在变电是哪边 暂时不会过来的 听到是801的住户陈浩南之后 阿斗打开了门放他进来了 你还真的是为了拍个纪录片 连什么都敢做 这个时候来我家干嘛 我真是服了你了 陈浩南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带着摄像机来到了阳台 只见此时黑熊已经从二楼回到了一楼 接着便对着变电站的门敲了两下 我刚想大喊提醒小张别开门时 801的住户陈浩南就单手死死地捂住了我的嘴 嘘 不要出声 你刚才都说了 你帮了别人两次 这头黑熊已经开始记恨你了 说罢陈浩南便拿出手机在群里 大头物业小张 瞧门的是黑熊 小张你们千万别开门啊 小张没有在群里回复陈浩南的信息 而楼下变电站的门却缓缓地打开 请客间黑熊巨大的思考 练想变电式的小张 我玩了